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六咒谈经》 《六咒谈经》当中 现在讲的第七品当中 应该在因缘品里面 因缘品当中也讲了很多大德的功 其中也说到了我们怎么样开悟 怎么样了解甚深佛法的精髓意义 今天讲到一个叫做《神之道禅师》 它是广州南海人 轻易逾越 学人自从出家 《南涅槃经》实在有余 为名大义 愿和尚摧毁 他这里说他本身指导禅师 他是广州南海一带的人 他到六咒谈世那里清教说 我后学人自从出家以来对修行和佛法非常有信心 《大波涅槃经》已经读了十多年了 他看了十多年了 前面《五经藏比丘尼》也是看《涅槃经》 一般汉地来讲很多都是看《涅槃经》 从汉地的历史来讲 很多的一些大德也好 成就者也好 他们看《金刚经》 《涅槃经》 《能言经》 《圆觉经》等等 不同的经典 最后也有不同的开悟 所以我们后学的 尤其是现在有个别藏传佛教的学徒 在藏地来学几个藏传佛教的一些论典 藏地学的论典很好 汉地学的经典不好 这种说法可能你们要注意一下 否则确实是一些大成就者的事迹 大成就者的这些很稀有的 开悟的故事 恐怕我们一般的巡视很难解除 这方面因为以前确实是 从高僧传还有《徐高僧传》当中一看 他们学了不同的经典过后 也有不同的证物 包括现在也有许多人 读了这些经典之后 因为经典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和自己的信心 还有上师的一部分的指点之后 确实是明心见心的人 就相当多的 当然这个是一个事情 这里刚才知道禅师 他学了《涅槃经》 已经十多年了 但是并没有了解到它的意义 并没有了解到 《涅槃经》里面的不懂意义 所以他今天特意请教 愿六咒慧能大师 他请你给我赐予教会 应该予以开示 当时《涅槃经》如何处为名 就是六咒大师说 你对《涅槃经》的 哪一个部分不了解 哪一个部分不了解 知道禅师这样说的 《涅槃经》 叫做诸心无常是生灭的法 生命灭完了以后 这就是极灭法 也是佛境界的大乐 他对这个道理非常迷惑 但他怎么迷惑 可能下面也会讲的 我以前在《大愿文前行》的时候 记得讲过这个公案 《涅槃经》应该是十四卷当中 有它的公案 这个偈颂实际上来讲 非常的重要 我们希望大家应该要想一想 当时知道禅师 他也不懂它的意义 我们在座的 可能也不是特别好了解 但是从字面上看 也没有什么不懂的 因为一切诸心 一切万法是无常的 这个主要是讲苦地 无常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生灭法 因为无常的本性 实际上生完了以后 它是一种生灭法 确实是生灭 我们在世间当中 万事万物也是一种生灭法 不仅是佛教的一些修行当中 比如说七世纪 有七世纪等等 这些也是无常法很重要 而且我们人的身份 心态等等 各方面也是特别的无常 比如说人最初见到别人的时候 你如何如何对他恭敬 对他欢喜 然后过一段时间 又变成什么样 现在世间的很多感情等等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人他说 他找到了心上的人最快乐的 正在享受快乐 我们学院的另外有一个法师 他知道这个事情过后 我们在谈论当中 因为这个事情是比较特殊的话题 就是在说 在说的时候他说 那是不是快乐 再过半年以后再看看 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 我想这句话还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世间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有这种无常感 比如说像以前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我看到一个最近的照片 真的是很无常的 他以前的地位跟最近在吉兰法院里面的照片 这是世间的一个新闻 但是确实是 包括他的面部 整个他的所作所为 这就是无常的 但这个从佛法方面讲 有更深的一些意义 也就是说世间的万法是无常的 世间万法无常 这是苦地 它为什么无常呢 苦地的根本因是极地 因为这个有生和灭的一种因 前面的两句讲的极地和极地 然后生和灭通过修道 道地把它灭除 灭完了以后出现什么呢 极灭为了 这个就是灭地 也就是说通过道地来修行之后 把生灭全部都没有了 并不是现在人们所讲的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 最后显现真正如来藏的本体 这称为叫做大乐 并不是我们身体的安乐 比如说像《俱舍论》当中 无根所带来的安乐叫做生乐 然后意识所带来的快乐叫做意乐 但不是这样的 这种意乐毕竟是犹如法当中 而这种乐是大乐 大乐是一种无自作的智慧 但是没有变迁的 不是无常的 没有变迁的 不是无常的等等 所以我看在座的可能对这个道理 应该说有所了解 当然这个法 我希望以后不但是把它 每一个道场当中把它写上 这个很有加持力的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这个也可以叫做《雪山记》 以前大当雪山童子的时候 求得的法 佛陀在因地 我以前翻译的《百年传》 好像第七品吧 《寻法品》里面 第一个故事就是讲的这个 这个是很感人的一个故事 《涅槃经》当中也有 我记得在《佛传》里面的故事 稍微广一点 《涅槃经》的汉文当中的故事 稍微略一点 但是他的整个故事 在座应该很多人都学过吧 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 变成一个婆罗门 叫做《雪山童子》 刚开始的时候 当时佛也没有出世 但是他从小特别想找到一个大乘佛法 到处寻找 最后没有得到 他这种求法的心特别强 然后有一次 坐在一个森林当中自己缠缠 缠缠的时候 当时第十天为了观察他的意乐 然后变成了一种特别相貌丑陋的落叉的像 来到他的面前 他正在入定的时候 给他发出一个声音 前两句 诸心无常 十身灭法 这两句给他在他的附近传出这样的声音 因为他可能前世的 不同的习气 或者善根长说 他当得到这个法的时候 听到这个前两句 好像我们在座的人 可能没有这样的善缘吧 刚才诸心无常 十身灭法 我看大家的表情 都没有什么感觉 当时他听到的时候 好像是落在炫耀当中的人 已经得到了救护者一样 很长时间没有喝到水的人 马上得到肝权一样 好像已经落到水里面的人 获得了船只一样 渡过的船只一样 好像非常病情严重的人 获得了妙牙一样 等等他的感觉有无比的欢喜心 好像在轮回当中 真的有一种解脱的希望 那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寻找 他到处都寻找 除了相貌丑陋的落差以外都没有 然后他心里面想 难道是丑陋的落差口里面会出来的吗 他想是从火焰当中会出现亮花吗 是阳光当中会出现清水吗 不可能吧 如果这么好的法 在相貌丑陋的落差口里 那他的身体为什么不变成好的呢 他就自己在思想上有一些碰撞 后来他想 这是我的分别念 不应该这么想 也许他的相貌丑陋也有原因 其他地方都没有 然后应该是 可能是这位落差传出来吧 然后到他面前去问 是不是这个法呢 刚才法都是你这个传出来的 他说 我自己是因为我最近没有什么吃得特别饿 然后我自己随便护言乱语 不是什么我说的 但后来这个童子再三地说 应该看来不想护言乱语 因为这个偈颂其实前面很多佛所选出来的教言 他说 这个法非常殊胜 你可不可以后面的偈颂 因为前两句 后面的偈颂传给我 然后落差说 我现在特别饿 我现在饿得在肚子里面的身影 已经比泪声还大 所以我现在没有时间给力了 我还去其他地方 去寻找吃的 然后他就问 你吃什么 你的食物我今天都可以满足 看能不能后面部分的法传给我 他说 我的食物如果一给你说的话 你们这些人会恐怖而死的 会死的 我不跟你们说 薛然童子说 我身边也没有其他人 只有我一个人 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跟我说 我会满足的 我也不会害怕而死的 后来落差说 这样我吃的就是新鲜的人肉 还有给他配上鲜血 只有这样才可以 但是我最近因为这里面的人们行持善法 诸天人一直保护着 所以一直得不到人体的血肉 所以我现在特别可怜 我没办法给你传授清净的法 后来童子说 无论如何 你传给我这个法 我无始以来漂泊在无边的轮回当中 我舍弃过无数次的身体 但是都没有意义和没有价值的 然后我这次为了得这样殊胜的法 我心甘情愿将自己的身体全部给你当美食 你一定要传给我 但是这个落差还不肯 说你这样的话很可惜 为了后面的两句法诣 将自己的身体全部失去不值得 后来童子也再三地说 这个非常值得 他说 我就像是一个破烂的瓦片 变成一个金子的器皿也值得 同样的 我这样有落的身体 为了获得金刚的佛身 舍弃这个有落的血肉身体 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你一定要传给我 传给我完了以后 我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 我把身体全部给你当食品 后来落差的话 给他传说后两句 也就是说 生灭灭业 净灭为乐 后两句就传了 传了之后 童子马上觉得这个法 整个四句法非常的殊胜 他把它写在山岩上 写在墙壁上 写在道路上 还有写在各个地方的 包括一些纸上都写上 然后希望很多的人看到 听就看到 让学到 然后完了之后 自己爬着树上 从树上摔下而亡 但是在中间 第十天显出自己原来的身相 然后接触了他一次 越过了十二个劫的资粮 比弥勒菩萨前面成佛 本来释迦牟尼佛 弥勒菩萨以后成佛的 但是因为这样的发心 为求法这样的发心 已经越过十二个大劫 还有弥勒菩萨提前成佛 好像公安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想在座的人 不是专门听一听故事而这样的 我自己以前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我当时也是觉得 这种法特别特别难得 虽然我们今天在座的人 也没有需要付出身体 甚至我们身上最珍贵的一个东西 也是没有付出 但是依靠传承上师们 给我们已经带来了这样殊胜的法 我希望以后为了报道 我的大师释迦牟尼佛的恩德 他在因地的时候 为我们无数的众生 也这样付出很多很多 最可贵的生命和身体的代价 然后带来了 换取了这样的殊胜甘露妙法 在这个时候 我们从今天开始 大家也很简单要发愿这个偈颂 诸心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意 极灭为乐 这个偈颂 我希望各个班应该把它映成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字 有什么样的 你受写也可以 或者打印也可以 最好是众人所看见的地方贴上 包括我们学会当中 有些是听我的 有些是不听我的 我现在感觉到 我们学院当中也好 不管肯定有一部分人是听我的 不听我的不要紧的 你们怎么样都可以 如果有个别的一些道场当中 我希望你们也是代表对佛的一种恭敬 也是我们要想到 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 为我们带来的这种佛法 我们有一种 至少也是一种感恩心 说是在前一段时间我在讲 不管是人嘴巴再怎么样会说 不管这个人有智慧 有财富 有能力 有才华 再怎么样没有感恩自信 还是在这个社会当中 不一定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这样想的 我是为了报道 凡是有法恩的这些传承上师门口 还有本四四个释迦牟尼佛 以及八大菩萨为主的四方一切菩萨罗汉 我们应该把这个法作为一个相当于 从密宗当中讲 叫做见解脱 闻解脱 那么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 自己要接近临死的时候 为什么把他写在墙壁上 为什么写在山岩上 为什么写在道路上 为什么写在枝上 他马上要已经离开人家 但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 而且这个是前面很多佛对四地法门的一个总结 所以他具有一种特别殊胜的加持 我想这个为什么放在六咒谈经呢 不一定这些禅师们确实对这个法门有怀疑的 但是为我们后人要留下来 为我们后人需要探索 需要接约 所以留下了这么殊胜的 因此我希望包括你们自己的房子里 残房里面写上 这四句应该很容易 我们也不需要付出生命代价 你自己的肢体难看也好 肢体好看也好 我看你们有些人的肢体比我还难看 那么你难看的肢体写上 贴在那个 然后你自己的枕头也好 残房也好 或者你天天炒饭的最关心的厨房前面 一边边吃边炒 边看看 诸心无常 这样也可以 很多道友 这是我的一个希望吧 我们学了一个法 还是有一种 对前辈 前辈 我当时翻译传记的时候感受很强烈 原来法王如意宝讲 释迦牟尼佛广传的时候 也是一直说 这样的偈从确实是 我们现在佛法诸实 善知识之余 而且人胜获得 这么一个殊胜的因缘当中 我们很多人都是 可能没有把它当作一种 比如说 这个偈从你得到 还是你喜欢得到一千块钱呢 我敢保证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选这个 这个欠我要这 这个偈从我不要了 很多会这样的 但这就是我们众生的愚痴 和众生的愚昧吧 这是 我大概这个持从 接颂是这样的 但是这里禅师 它是这样讲的 因为我在中间加了这么一个 这句话的解释和这句话的来源 来源是这样的 他读《涅槃经》的时候 直到禅师 他不了解 对这次有疑惑 然后《涅槃经》说 你对这个偈从为什么要产生怀疑呢 你为什么对这个偈从啊 这偈从写得很好的 偈从没有什么怀疑的 很简单的字面上 你只要解释的话 那也很好 你读个十年 还四句话的利益都不懂 那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对他产生怀疑 然后他下面这个禅师 直到禅师他的怀疑讲出来了 他的怀疑好像我们这里有些道友提问题一样 比答案还多的 但下面他一直讲很多 一切众生皆由二生 为舍生发生业 舍生无常 有生有灭 发生有常 无知无觉 金云生灭灭业 前面吧 前面不 他说他的怀疑是这样的 一切众生 佛经当中也说了 皆由二生 也就是舍生和发生 舍生是无常的 有生有灭的 他认为所谓的舍生就是佛的身体 像世间人的身体 因为众生的身体 我们的舍生 这是有生有灭的 然后发生他是无生无灭的 常有的 而且无知无觉 他认为就像无情法一样 发生好像也是常有的 无生无知无觉的 这样的 佛经当中说 生灭一灭 几灭为乐者 不生何生几灭 何生受乐 若舍生者 舍生灭是四大分散 全人是苦 苦不堪言乐 若发生几灭 几通草木 瓦石 水等受乐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佛经里面说 生灭一灭 几灭为乐 他这里说 生灭已经灭了 几灭为乐 有一个乐的意思 还有一个灭的意思 那到底灭的是 世生灭还是发生灭 乐的话 世生乐还是发生乐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其实他都不懂神业和世说 或者说他的苦几灭道 如果懂的话就不用这样 而且世生和发生 后面也会对他有一种回答 其实不能分开的 如果把世生是一种无常的法 是有相的东西 发生是无相的东西 常有的话 常有或无常在一个众生身上 那肯定是矛盾的 他把世相和现相没有发清楚 比如说 品质的现相和品质的本体 没有弄清楚的话 品质的本体是空性的 显现是未常集聚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肯定相闻的 现在很多人也没有学过中观的人 都是这样的 可能很多人也有这个怀疑 他说 佛经里面这样讲的话 到底说第一个什么是灭的 如果说是谁受的 哪一个身体是乐的 什么身体是灭的 什么身体是乐的 然后下面他发太过 如果是摄身的话 那么摄身灭的时候四大都是分散的 那居然是很痛苦的 怎么会是乐呢 哭不开眼 怎么乐啊 没有乐嘛 摄身的话 最后灭的时候四大分解 四大分解的时候 每个众生都有痛苦的 哪有那么乐呢 他说是寂灭为乐 寂灭的时候怎么会是乐呢 不是乐 如果你说是法身灭 法身灭就像是苍木瓦尼一样 法身是没有感受的 没有感觉的 没有直觉的 他认为是一种无情法 其实法身不是无情法 也不是像无情法一样 什么感受都没有的东西 也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在世间的一些角度来讲 可以这样问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可能我们有些道友也经常会这样说吧 现在尤其是一些没有学过 中观和第三传法论的人 经常觉得佛教当中有一些道理不合理 用分别念来经常这样说的 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发心是生灭自体 无云是生灭之用 他认为发心也好 发身也好 这个是生灭的本体 无云是生灭的妙用 一体无云 生灭是常 他认为是一个本体 刚才生灭的发身是本体 然后无云的话 只得摄身 它是生灭 但这两个结合起来 生灭还是常有的 因为跟发身无二无别 怎么会是常有呢 生则从体起用 灭则色用归体 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像是大海的波浪一样 生从体 刚才发身当中起用的 然后灭最后还是归入发身 它的本体 若听耕生极有情之类 不断不灭 若不听耕生则永归即灭 同于无情之物 他说那这样的话 如果再继续不断地生灭 那有情不断不灭 一直变成常有的了 如果没有来世 没有再继续产生下去 那就永远都已经净灭了 就像是无情法一样 已经断灭了 再也没有这个 若是这一切法被涅槃之所 尽佛尚不得胜 那被涅槃已经束缚住了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产生了 那没有产生 还有乐呢 就没有了 其实他的第一个问题说 到底是谁灭 谁获得安乐 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发身和色身 如果是一个本体 无种妙用 那这两个融合一体 最后所有的无用融入发身的时候 已经灭完了 灭完了以后 那怎么会是乐呢 他把这里的乐 变成一种在分别念当中的乐受 用乐 其实佛教里面所谓的大乐 佛的智慧大乐 绝对不是我们感觉的一种乐和快乐 不是这样的 不是一种分别念的乐 所以他在这个当中没有接受 下面六祖三世问了这么多问题之后 其实用现代话的话 我们也不用这样发世界 直接说了就可以 过问还是麻烦 不过你们还是 文言文应该不错 我还是详细看了以后才明白 你们应该不会的 四月如是狮子和其外道长断斜剑 而以罪上乘 然后六祖大师有点不高兴 说你这个看起来是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为什么要外道的这些长断剑来 然后议论我们佛教最上乘的 《涅槃经》的法要 就是你还是有一些外道的习气 是不是最近给你外道很多人接触了 你看起来是一个禅师 释迦牟尼 实际上确实外道的一些法当中 他们的长和短 相当于是那种分析方法 他就直接这样 根据你所说除了摄身以外 还有一个法身 离开了生命以后 还有得到一种寂灭 而且依次而退 所谓的涅槃常乐 还有受拥 这些都是一种对生死的执著 和对现实乐受的执著 这个回答应该是很好的 说你现在对上面的问题 一个是你认为除了摄身以外 还有法身的存在 然后所谓的涅槃也好 寂灭也好 那么这个是一种乐受 和一种世间执著来看待 那这样肯定不能通达真正的意义 如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 人无云和合为自体相 分别一切法为外乘相 好生焉死无死 年年前流不知如幻虚假 网术轮回 他这里说 你应该要当今知道 佛陀为一切迷惑的这些众生 宣说佛法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要让众生了解到 无云和合执著为我 这是我们很多人这样的 这是内在的 我的执著 还有一个分别对外乡的一切 摄身相违的法也是执著 然后这样一来 愿意住在这个世间 烟雾死去 不断地这样流转 根本不知道 我们的世界是如梦如幻的 非常痴迷 狂妄地接受轮回 其实众生确实自己都不知道 现在世间的很多痛苦 很多众生 包括现在也是觉得 我很快乐 我很不错 这样认为 好像《寂天菩萨的入行论》当中也这样讲的吧 能会随几苦 吃苦不自觉 能会虽然很痛苦的 但是因为我们愚痴的缘故 大家都是不知道 众生离苦 无后堪悲悯 众生已经沉溺在苦海当中 非常的可怜 这些众生 非常的可怜 因为他们都是没有真正的正知正见 整个对世界的真相 并没有完全了解 所以这些众生 一直接受和耽著轮回 以常乐涅槃 凡为苦想 终日持求爱 佛名刺过 乃是涅槃正乐 因为以常乐的涅槃 现在世间当中的很多众生 把它当作一种苦想 一直终日地追求 世间的一些安乐 世间的一些殊势 因为佛陀看见这些云云众生 如此的愚昧和 如此的贪著今生的缘故 为大家开示了真正的涅槃之道 其实真正的涅槃之道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解脱 远离一切烦恼 好像《大破裂盘经》当中也讲了 灭诸烦恼 名为涅槃 所谓的涅槃 灭烦恼 叫做涅槃 灭诸有之 乃灭涅槃 涅槃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远离了烦恼 也叫做涅槃 我们暂文当中 量的 它也有寂灭的意思 也有死的意思 还有远离了善有 前面烦恼是因 善有是果 远离善有 再也不需要堕入轮回的话 这也叫做涅槃 涅槃有两种意思 所以佛陀实际上为大家 开始涅槃的真相 实际上就是说 远离烦恼和远离善有的 这么一个殊胜的教言 我们在座的人每天求法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找到自己的真相 因为我们每个人 虽然具有如来藏的真相 但是被无名迷惑 已经遮住 这一点不用别人说 其实自己好好地思维的时候 也是感觉到 通过你自己善修的时候 也会明白得到 刹那无有生相 刹那无有灭相 更无生灭可灭 实则即灭现前 当现前事也无现前质量 来为常乐 他这里所谓的常乐 大家应该知道即灭为乐 即灭为乐的乐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 我今天吃了一顿美餐 好快乐啊 我今天在阳光棚里面晒太阳 好舒服啊 好快乐啊 我今天遇到一个很可爱的人 我好快乐啊 那这种乐实际上是有乐的 一说快乐的当下 马上就没有了 有些人说 我现在有钱有势 很快乐 一会儿就无常了 那真正佛陀的快乐和大乐 常乐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本来是刹那无有生相 刹那无有灭相 一切万法的真正本体 刹那都是没有生的相 刹那刹那没有灭的相 然后没有生灭 这就是真正的寂灭 《入宗论》当中也是这样 当你这样的寂灭现前 实际上这就是常乐 我们现在刹那刹那的灭也好 生也好 都是在自己的身上 在自己的心上 在世俗当中不断地涌下 当你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 这些生生灭灭 生生死死全部都没有了 在本性当中是没有了 当你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 这就是真正的常乐 这个时候应该说轮回和涅槃 没有什么舍去的般若等论 《清遍论师的般若等论》当中也说了 不应舍生死 不应利涅槃 不用舍弃生死 不用建立涅槃 生死与涅槃 无二与无别 生死和涅槃无二无别 这个偈颂非常相同的 在根本会论和定界宝灯论当中也是有的 但是不如等论在汉地的一些译本当中 也是有这句话 大家记住 因此就是说 当你生和灭 轮回和涅槃无二无别 这就是真正正法的真相 他这里说 真正的究竟思想当中 没有乐者 也没有不受乐者 那既然乐和不乐都没有的话 怎么会有一体无用之说法呢 不是他前面问的 是不是一体无用 如果一体无用的这种说法没有的话 那一切法被涅槃所潜伏 所控制的这种说法 何从而来 这是更是其有吃力 就是根本无法安利的 这个我们应该知道 一切万法是在本性当中没有的话 那怎么会是 涅槃把控制一切法的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这种说法完全是帮父帮法 对究竟的思想来讲 是不合理的 其实这里面六座确实讲的道理 应该说是很深的 下面他讲了一个偈颂 这个偈颂主要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 无上大涅槃 愿命长即照 凡于未知事 未到知未断 无上大涅槃的话 实际上我们生计离习无为法 以前也这样说过吧 所以他是圆满的 光明的 恒长的 寂灭的 还有能照射一切的 能照亮一切的 这么一个 他真正的无上涅槃并不是说 什么什么佛陀已经 其实释迦牟尼佛实现涅槃的话 这是在我们众生有苦乐 有常有的人面前实现而已 真正所谓的涅槃 他达到一种本位 比如说一个上师涅槃了 上师圆寂了 也是这个意思 他并不是说 这个灭了 已经死了 已经没有了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凡于作为一些凡夫人 佛已经离开了世间了 上师已经死了等等 他们会这么说的 而且外道 尤其是外道 顺势外道他们 他认为已经断灭了 人活着的 死了 佛活着的 最后已经灭了 灭就是一种断灭了 再也没有了 人是如灭 他的这种说法 其实这种说法 应该也是很可怜的 这种说法不能得到解脱 所谓的断见 断见是很可怕的 佛陀在《涅槃经》当中 也有一个故事 有一次佛陀在利滥禅河旁边 带着阿难一起去 给阿难尊者说 我在利滥禅河当中要做木鱼 你去拿水鱼 还有叫做鱼毒 就是一种木鱼的灶毒 相当于现在的一些稀素用品一样 然后当时在利滥禅河旁边 有很多的飞禽 还有其他的一些众生 包括有五百个仙人 一起来到那里 佛陀在沐浴的过程当中 看见他的身上是非常的庄严 当时他们的五百个仙人 他们看见之后 对他生起极大的欢喜心说 如此庄严的金刚身相 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当时有些外道说 如果佛陀没有给我们讲断灭法 我们还是今天在他面前 受一些宰戒的法 然后他们来到佛身边的时候 佛陀用他心通来知道 你们凭什么说 我传断灭法 你们凭什么这么说 后来仙人们就跟他说 你不是在很多经典 到处都宣讲了无我 空性等等 如果是无我空性 那么我们受什么劫啊 破什么劫啊 都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比较担心 你如果给我们传空性的话 我们不求法 如果不讲空性 我们还是想在你面前 求一些戒律等等 当时佛陀说 我在一切众生面前 并没有讲有一个无我存在 他说 在一切众生面前 我没有说无我存在 而且我就是说 一切众生具有佛心 有我 具有佛心 我的存在 当佛陀宣说了这个法门之后 那外道和包括一些旁生 他们就在佛面前听说法 佛陀对他们传讲佛法之后 很多人有些得过了 有些发了不退转的殊胜菩提心 有些种下了非常殊胜的善根 后来在《涅槃经》当中 终结以上公案的时候 就是说 佛陀这样说 所谓的佛心 如果说我来表示 也就是说佛心 如果说是我的话 本来不是很合理的 但是为了利益众生 他也可以说为是我 这样的话 我们在座的人也应该记住这句话 如果别人说 你们佛教不是去讲空性 就是 我不存在的话 我们根据《涅槃经》的意义说是 我们没有这么说过 我是存在的 我们佛教是最讲究我 还有佛心如来藏 如来藏就是我的意思 你就可以跟别人这样说 暂时他认为 如来藏真正是我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皈依 我可以求法 他慢慢得过 他在那边得过的时候 你就回到这边来 我刚才给他说 如来藏是我 实际上不是 但实际上他得到解脱就可以了 不管怎么 如来藏跟我有点点差呗 但是佛陀是这样 《涅槃经》当中有开许的 所以这也是很好的一种引诱方法 因此佛陀在究竟的意义上 实际上也确实没有讲断灭法 讲因果的时候 智者入门当中 因和果之间有六种特法 但是这个很殊胜 不在这里讲 没有时间 诸求二乘人 母义为无座 尽数勤索即六十二本见 往里喜加民 何为真实义 他这里讲 讲到了希求身亡二乘的人 都以为是无座的 无座 无我 没有的 但实际上这也是所谓的 单空 无座 无我 这也是属于一种边际 分别念 这也是六十二见 我们讲《中观入中论》当中 也是有六足的其他的一些诸数当中 总共有六十二 外道的无云见来算 能一所一 六十 加上长见和短见 应该是这样的 它实际上是 如果我们当作一种无我 或者无座 这样是外道的六十二邪见的根本 而且这些都是一种分别念加厉的 怎么会成为真正的实义呢 不是真正的真实义 唯有果量人 通达无趣事 一知无云法 一击云中我 外现种色相 亿亿阴生相 平等如梦幻 不欺凡身见 不作涅槃戒 二边三极断 就这一戒吧 意思就是说 唯有的果量 超越我们世间的定量的 这些成就者 或者是修行人 他们完全通达无色无趣的意义 在这种见解面前 完全了知无云聚合的我 以及无云和无云当中的我 无云也不是我 无云当中也没有我 还有外在的现象当中 包括色法等等现象当中 以及身影当现象当中 全部平等地看着如梦如幻 不欺圣者和凡夫之间 也不作所谓非常清净的涅槃之间 这样一来 长遍断遍 未来过去 现在所有的三十三极 一切就断掉 在这种境界面前 我们像《中观根本会论》里面 所讲到的一样 没有分别 没有去世 真正有境界的人 他才可以看得到的 没有境界的人在他面前 什么儿趣也好 去世也好 什么都有 不是平等的 不是如梦如幻 如梦如幻跟我们现实生活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说 真正要通达如梦如幻的话 我原来好像当时我觉得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还是在那里 我自己觉得在那里 把现在黑格帝国的内容 跟佛经里面所讲到的如梦如幻结合起来 以分别念来进行分析 但分析的过程当中 自己好像有一些与世间法相结合的感悟 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 偶尔可能需要有一种世间法 你看我们一讲世间法的时候 你们都开始动起来了 本来已经马上要睡着了 黑色帝国 黑色帝国 因为黑色帝国本来是一个碰击的意思 黑色帝国是国外国外的当中 就是母体的意思知道吧 母亲的身体 是吧 不做涅槃香 那就你们自己分析啊 常因诸根用 而不起用香 分别一切法 不起分别香 真正最后得到成就的时候 虽然他长期用我们的一切梗 但实际上也没有起任何的香 是已经用了这种梗 但是没有去香 他会分别一切法 时间和出时间 轮回和内法 一切法 但是也不会起任何的分别香 我们看起来好像空有现前 现即是空 空即是现 或者分别一切法 不分别一切 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实际上是不矛盾的 比如说《经观传论》 《经传论》里面也讲 不起分别意 成熟趋来尽 趋来尽是过去未来 现在的意思 处处化众生 三门长时间吧 意思就是说 能不起任何的分别念 但是他也可以成熟未来过去的一切众生 意思就是说 怎么讲的呢 当你得到菩萨的果位 当你得到佛的果位的时候 他不会想 我过去成熟 或者度化众生过 现在我正在度化 或者成熟众生 未来的 将来我要度化 或者成熟众生 不起这样的分别念 但是他实际上佛陀在处处 任何一个未来过去 现在的三世当中 都在度化 都在成熟 都在救度他们 这个是佛的特点 我觉得这种现象在我们凡夫人来讲 怎么不像 怎么会可以呢 但实际上也可以 比如说如意宝 如意书 他没有这种分别念 但自己也是可以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大成就者 事业成就的这些大德 他并不是天天地想 我要度众生 度不了众生的时候 天天哭啊 我度不了众生 怎么办呢 谁都不理我呢 我的弟子全部跑了 怎么办呢 不需要这样哭 也不需要这样 我度了他 我也不用在不同的场合当中经常说 自然而然所有的众生 不分别也是 实际上在分别的现象来度他们 这是一种菩萨的境界 可是我们来讲 现在还是有点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境界应该是很多的 有些人不要认为自己什么都懂 其实我们都不懂 你如果真的懂 你有多少根头发 身体有多少微尘 然后你现在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样 你稍微对最近自身的情况了解一下 然后你最近最熟悉的一个人 他的心态是你去衡量一下 根本不知道 我们藏地有一种叫做 人的花花露露在里面 老虎的花花露露在外面 所以你要最熟悉的人的心态 你要去了解 根本不知道 他这里讲到了一切万法究竟的一种实相 究竟的实相是什么样呢 也就是说 最后结末火出现 然后整个山河大地 包括大海全部都已经干涵了 摩羯的风出现之后 整个山王全部都是互相碰撞 碰击 再这样 即使变成这样 正常的寂灭的安乐 它永远也是没有变化的 整个山河大地如何改变的话 不会的 我们生也好 我们死也好 我们成就也好 堕入在轮回一切法心不会变的 好像《华严经》当中讲的吧 诸法发心 如佛出世 如不出世 如是安住 有些说是 如是安住 有些说是 常住不易 所以说 求汤秦吉 上迪能雄养罗马逊 求汤秦吉 雀尼罗内巴尾 应该这样解的 一切诸法的法心 不管是如来出世也好 如来没有出世也好 它永远都是这样 没有变化的 一直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整个世间上 有凡天覆地的变化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实际上真正的本性 我们的如来藏本性应该是如若不动的 好像我原来看过银沛法师 他有一个《六祖坛经》的讲迹 他里面引用了一个《法华经》 说是 众生见截截大火所烧时 我持土安稳 天人常充满 说我的这种刹土一直是很平稳的 没有变化 而且天人也是充满 整个世界都已经回完了 但是天人结为充满 当时他引用的话 意思是 我们整个世界改变得再怎么样呢 但我们的佛心 真如 从来也是没有改变过 他到最后的时候应该就像第三传法论里面 所讲的一些道理 直接说出来了 最后六祖我前面用语言来勉强地给你 用种种比喻来讲到一切诸佛的实相 但希望你主要受的目的 让你的邪见 外道的层见 短见 长见 这些一一遣除 我的目的就这样的 但同时也希望你不要随着我的语言 你一直不看天空的月亮 只看手指 这样不是很好 你不要贪着我的语言来了解 这样一来 诚讯你也许可能对你有一些大乘佛教 有些薄弱空心的部分内容 你也会有所了悟 如果你真的按照我的这样 你不要耽着这个词语 你从它的意义上了解的话 也许对真正的如来藏也好 空心法方面有所了解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也是 闻思和不闻思应该很有差别吧 从来没有闻思过多 确实是刚才指导禅师所问的一样 这个长也不对 不长也不对 但实际上这种长和不长和 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极灭为乐的这种说法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指导文解大悟 永远作力而退 不是指导大师 指导大师听到上面的六祖大师的偈颂 六祖大师真的出口成长 开悟者就是这样的 他随便开始唱起金刚歌 然后他听到之后 弟子也很有根基的 不但不生邪见反而极其欢喜他的弟子们 每一次都是听到他的法以后 都有开悟 也许可能有开悟的这些人的公案写下来 没有开悟的这些人没有写下来 他这个劫用于大家都作力 最后二退了 这是这个公案 也是很好的 这里面的偈颂大家都应该学完了以后 多多少少记在心里面的话 实际上我们跟其他的禅师 跟偈颂有一些差别 但是大的缘分上我们也遇到这样的殊胜法门 应该有一定的发愿 经常观修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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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